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,为解决台湾少子化危机,行政院日前宣布将扩大发放儿津贴,所得税率在20%以下,没有领取育婴留职停薪津贴,以及小朋友未接受公共或准公共化服务者,0-4岁前二胎每月各发放2500元,第三胎每月3500元。 不过,台北市政府儿津贴可发放到5岁,桃园市儿津贴则是每月3000元,对于儿津贴中央与地方发放的价买不一。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亦今天上午表示,他希望在发放津贴部分,尽量能做到全国一致,将与各县市政府协商。 林万亦说,虽然六都财政状况比较好,但不要忘了,少子化是全国性的问题,会有人口县市流动的现象。 林万亦今天上午接受POP Radio台北流行广播电台POP抢先报主持人黄光琴专访,针对政院宣布少子化的对策。 座椅上表示,他表示,须多家长去替孩子抽签判进入公立幼儿园,但却抽不到,这声音政府听到了,未来希望加速公立幼儿园的见识,希望未来四年到公有比例可由目前三成到提升到四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